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跟我说这个 你说着不累 我听着还累你 你来多少客户怎么赔 跟我没关系 你一大清早的拿着当周铺 我也没意义 飞飞回来了 昨晚上回来的 有事要跟咱们商量 一直等你来着 打你的手机一直不在服务区 后来实在挺不住 就睡了 昨晚上的地方心话不太好 飞飞找咱俩什么事啊 咱说飞飞再赌气 行吗 昨天飞飞让公司解雇了 我孩子心里边憋了口气 想自己开个服装店呢 所以回来跟咱们商量 主要是商量钱的事 是 她们还开飞飞 咱家飞飞不开她们就不错了 她们还 行 飞飞开店的事 我支持 我举双手支持 要钱出钱 要力出力 谢谢爸 不过帮我有个条件 这钱呢算我跟你们借的 我家让我赚了再还给你们 您家里人还什么借不借的呀 需要多少 爸给你 不答应我这条件 当我没说 你们能不能支持点我呀 我不是说了吗 爸全力地支持你 地方我也帮你找 那个所有开销我都包了 赚了才贵你 赔了算我的 什么 爸 什么 我就受不了你老是 财大气粗这个劲 这样吧 这钱呢算你们投资我 你们要是觉得 我开这店能赚得了钱 就给我投 觉得赚不了钱 那就拉倒 我想别的办法 不过这店我是开定了 我绝得看好我们家飞飞 我投了 需要多少就说 说好了 要还她啊 行行行 我不同意啊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 最不喜欢咱们家 一说事情 就拿钱说事 小点声啊 我觉得飞飞现在开公司 不是时候 你还没积累足够的经验呢 现在开店啊 时机不成熟 妈 我又不是说 现在要开创我自己的品牌 我只不过开个小服装店 没事我去进点服装 改改服装 要不什么自己设计点 什么小视频呢 小手势之类的 我店里的衣服肯定是有人来买的 我先实现了自食其力 然后再慢慢发展 对 你在公司打工不是也一样自食其力吗 那太浪费时间了 我现在自己的想法一点都实现不了 再这么下去我都崩溃了 你看看现在罗莉 事业发展得多好呀 我再这么混下去 我们俩都有落差了 不说了不说了啊 就按菲菲说的吧 你要爸怎么配合 我就怎么配合 你下定决心了 妈 你可得支持我啊 你开旗袍店的时候 我可是支持你的 我那个时候 我在服装厂 都上了这么多年的班了 就那样我还心里边说 开个店还直打鼓呢 你可是比妈胆大多了 那你到底支持不支持我啊 不支持你也得听我的呀 还得开呗 你想让妈支持你多少 什么腻的我量 就我说不就完了吗 你那齐包店不是也是我花钱给你开的吗 你拿钱 你拿钱的每天那店里就能来顾客呀 那不得靠我的手艺 我的经营吗 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 把家里这所有连人带的事 全都买断了似的 我手机提点你那钱的事 听不了 我不跟你吵 不是 咱现在是不是就说钱这个事呢 这不是钱的事 这是今后菲菲事业的一个转折点 转折点不也得靠钱才能转得成吗 对吧 我的钱招你惹你了 不是 你是跟所有的钱都过不去 还是就跟我的钱过不去 你开气泡店不是也为了挣钱不为赔钱吧 我开店是因为我喜欢我的职业 干吗 看不惯你这有以前以后的一套做派 对 这话说的根上了 你就是看不惯我 你们俩是不是找个茬就能掐起来啊 之前怎么答应我的来着 骗我的 菲菲 我还要回公司了 来 妈 你跟我爸到底怎么回事 别问我 我现在就听不了你爸说话 我一听他说话 我还真的不舒服 真的菲菲 哪点我都不舒服 真服了你们俩 吃饭 看你们俩打架 把我吃饭的时间都浪费没了 这么着急干什么剧啊 创业啊 我还得接着找地开店呢 不行啊 不吃不能走 不吃不能走 这里没有啊 没想到我做的事 也没想到他 就会把你吃了 做什么事 你会给你带来的事 你帮我帮你帮我